日前,陈道明、冯小刚两个大腕相聚低调吃饭 坐标位于一家简单的韩餐店,桌上寥寥餐时 五个人的饭局竟然只做了一张长方小桌 冯小刚与两位糙爷们挤在一边 而陈道明和一位肤白貌美的智性女子一侧 只是他独自坐在桌角,与美女还有一人多的距离 几人以聊天为主,没怎么吃东西 冯小刚表情低沉,一直在讲话 不知是否还沉浸在电影不能上映的悲伤情绪中 冯岛始终无法开心起来 聊着聊着,几人举杯好饮 只是杯中是茶而不是酒 都知道陈道明滴酒不沾 还牵连其他人也跟着一同饮茶 没多大一会儿,陈道明也开始侃侃而谈了 还不断地伸手比划 此时的陈道明如同普通的北京大叔 穿着普通的衣服,在普通的餐馆 和普通人一样谈天说地 聊着聊着,陈道明点燃一根雪茄 而冯岛手中的烟就没有断过 先是带着过滤嘴抽,之后换成雪茄 再之后又直接抽普通香烟 冯岛为了身体健康,还是少吸烟吧 整个饭局中冯岛从未露出过开心的笑容 搜狐视频,云乐播报,独家报道